那些年消失的毒心 你好 手工的包包法式 参考看看 一人郭舍倫2013年染毒被戴 同年就与当时奉子成婚的老婆妮娜离婚 有一天我在洗碗 洗洗洗我抬头一看 怎么搭帐篷 然后同事跟我讲 你不知道吗 今天是金钟奖颁奖典礼 当下盘子都放下来 眼泪就这样子掉下来 郭舍倫退出演艺圈后到咖啡店打工 目前则在墾丁摆摊 经营早餐店 月收入仅3万元 在演艺圈肉眉本签 踏错一步后在台湾再没容身之地 最后不让便回答 因为现在就是我在过程当中 38岁艺人肖熟胜 2007年因吸食骨科检 K他命被捕 前后共历经三次占毒风暴 演艺事业崩溃 他2014年虽积极付出 原本爆肥29公斤 也全部减掉 但之后疑似压力过大 与公司闹纠纷 同年7月再住家闹自杀 再度淡出荧光幕 以外景主持出道的洪奇德 2006年吸毒 2008年又因酒驾肇事 撞死洗碗工 导致演艺工作停摆 经济困顿 之后他到有人的烧烤店工作为生 近来则改到标靶店上班当公关 偶尔非中国工作 没有吸食也没有吃药 前183Club男子团体成员 祝梵刚三年前染毒后 偶像身份一戏变调 他进而转往中国发展 今年接受苹果专访时透露 第一年试镜 连被30个剧组打枪 最近接下中国剧 王子咖啡店担任男一角 工作日趋稳定 当然不是所有艺人 染毒都回不了台湾一界 主持节大老胡瓜 2007年现呼麻风波 但乐界后 节目人一个接一个 2009年还获金钟奖肯定 主持地位依然历久不衰 没有借铁 我就是错了 柯承东自2014年呼麻被戴 从一线小生变成吸毒犯 但2016年以再见瓦城 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演技备受肯定 至今仍有工作上门 流动新闻 吸毒害人害己 好孩子不要学哦 报道